我跟妳講說不管接財神啊 接貴人啊 接桃花 妳都要走出去給自己一個機會 讓人家可以上來嘛 對不對 懷軒說每年 過年都要跟好久不見的 親朋好友見面 妳們都會辦大學同學會 對 我們有大學同學會 這個同學會很重要 因為她就聯繫我跟徐展燕在一起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活動你知道 我們這大概只有 不到十個人的這個小團體 大家在過年的時候會見個面 所以也就是這樣子維繫的 我每一年都會見到徐展燕 然後後來就是 她是越老越帥還是怎麼了 她一直都很帥啊 淮軒啊 妳別看淮軒這樣很文靜 超肉麻的話她都敢講 我跟她天天我愛你你愛我 就很開心 那也就是因為有這樣一個大學同學會 所以我們都一直維持 就是一直要見到她 她是從小到大的樣子 我都沒有錯過就對了 然後後來呢 後來我們就決定在一起 那一年的那個同學會 就特別地不一樣 因為我們要在一起 然後同學也是跟我們一起 認識了25年 妳要怎麼跟大家講說 我們在一起了 其實還滿尷尬的 後來我們就因為剛好 也幫她的房子做好了裝潢 然後後來到了這個過年的時候 她說我就邀請同學們說 我們來請大家來我們這個房子 來看一下 因為過去我們都是約在外面的 咖啡廳啊什麼的 第一次她就說 那我們找個藉口 說因為我的房子弄好了 然後同學我們過年的時候 來這邊玩一玩鬧一鬧 熱熱鬧鬧的 那我就說那可是我要在哪裡呢 我是不是應該假裝 從外面走進來 或什麼的 對她說不用 妳就跟我們正在一起啊什麼的 然後我就很焦慮 想說完蛋完蛋的同學要知道 我們在一起了怎麼辦 我好焦慮 我就覺得不知道怎麼開那個口 對 感覺很難演欸 明明就已經住在這邊 然後妳還坐在客廳 在那邊演客人有沒有 真的 真的發生了 同學就真的就開始 大年 不知道大年初幾 我好像初四的時候 然後大家就見了面 第一個來按鈴的同學 一開門電話說 喔 懷軒你先來了 我就想說 我剛好 我就說對 我家好近 我就來了 妳那時候坐在哪裡 我說坐在哪裡 妳就真的坐在客廳演客人這樣 對 我就站在門口幫她開門 然後她就說 妳先來了 我說對 我家好近我先來了 我就很尷尬地說了一句話 後來第二個同學來 第二個也是問 妳怎麼先來了 我說 我家在旁邊 其實就住在那裡 是喔 就很尷尬 然後後來大家 你會不會到時候同學進來到 徐展元的新房子 然後參觀裝潢 徐展元怎麼有女人的東西啊 是誰啊 這女的是誰啊 這衣服這花色 真的有人就發現了 真的喔 就有人說 問她 因為大家那時候還不知道說 她其實已經 先前的這個婚姻很早就結束 大家還問了下一個更尷尬的問題 說 妳老婆呢 然後她就看到大家呵呵笑 然後我就很焦慮 完了 要怎麼回答這種問題 這很尷尬的 結果後來她就說 我現在跟淮宣在一起 然後只要現場都炸開 因為大家想說 認識二十五年的朋友 然後我們竟然有同學 偷偷在一起 還不告訴大家 就是這麼很特別的這樣一個聚會 然後大家現場都覺得不可思議 自己認識二十五年的 你們怎麼會這樣子 因為後來就有人跳出來說 我早就說了 我二十五年前就跟你們講 你們兩個應該要在一起 你們兩個就是不願意 結果後來我們那個大學同學會 更妙的是說 因為還有一些人 剛好今年沒有來 然後我們大家就相約 隔年來告訴他們 然後大家可以忍一年的時間 然後不告訴這個同學說 我其實已經跟徐展元在一起 那一次就更妙了 隔年真的 大家都能夠忍一年的時間 然後我們就在那一個 整個這個現場 我們就開始 徐展元就開始幫我咬東西 幫我弄很多好吃的菜 就很主動地做了很多 本來我們生活中 本來就有的小動作 然後有的時候就跟我很親密地 講講講講講 然後後來這個同學也沒有 完全都沒有感覺到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後來直到最後 我們就告訴他說 其實我跟徐展元在一起的時候 他就完全不敢相信 他還跟我們說 你們騙我對不對 然後還覺得說 這是有什麼打賭遊戲嗎 因為大家都總是覺得說 是不是有打賭 才會有可能會發生這種事情 告訴他的時候 他完全不可置信 所以說可見我跟徐展元在一起 是很難讓人 大家可以相信的事情 但是那過年真的很妙 就同學們終於揭開了謎底 所以現在已經全都知道了吧 都有 全知道了嘛 好 來 寅廷說你過年最怕遇到親戚的朋友 對啊 什麼意思啊 因為其實我們跟親戚過年都會聚在一起 他從小看一看到也還蠻自然 所以過年我們有時候就是黃臉婆 Look攤在那裡 然後媽媽說吃飯了 然後就喔 然後就懶洋洋 可是有時候親戚帶朋友回來就很尷尬 然後懶洋洋說 欸那是廖寅廷 哇 還要拍照 對 就是覺得過年如果有親戚的朋友來 然後被認出來有時候會有點尷尬 他會很仔細的打量 然後說啊我都有看你的節目 那你到底自己本身喜歡哪一台車啊 那你平常播新聞的時候會怎麼樣 那你真的真的就一直問一直問 那你們應該有遇到這種狀況對不對 有 就親戚來的時候 親戚大家都熟啦 就會說阿婷啊 小時候這樣三八三八的愁愁的看 現在在播新聞喔 欸不錯啊 什麼什麼的 就親戚這樣OK 可是親戚的朋友來 然後聽到別的親戚在講說 阿婷喔 小時候有夠愁的啦 然後這樣子 你就會覺得很有外人這樣 沒想到 現在是主播耶 主播愁也可以 你還記得小時候外號叫什麼嗎 你都不知道啊 他小孩的時候 我說阿嬤 類似這樣 我也是類似這樣 就是在外人面前 然後親戚總是會講話比較直接一點 然後就有時候很尷尬 不過還好 我的路線也不是那種 像那種美艷女心的路線 我也不是這種路線 我的路線本來就是比較 樂於交朋友三八一點的 所以大家也說 原來他自己下真的就這麼三八 就比較 我是有一次遇到我親戚的朋友 然後他其實就是看起來 也是就是長輩了 然後他居然我那天素顏 然後也是攤在那邊 然後我爸就讓他們進來 拜年什麼的 然後我就這樣起身說 欸什麼叔叔阿姨你好 他說 欸你就是 我說欸 就是 然後他就說 他說 啊 你是不是跟我差不多大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看起來 可能我念字太邋遢 然後氣色比我還 他就說 啊你 你是不是跟我差不多年次 然後差不多大 然後就 哲哲 他說 阿姨你在跟我開玩笑嗎 這真的很傻眼 他就算是很尷尬啊 像我們去健康檢查 然後素顏 然後就眉毛也沒畫眼 眼睛也沒畫眼線 就很素顏 那就不要承認啊 對我不承認啊 健康檢查有你的那個 健康卡名 就是有個小姐 我們正在做胸部的檢查 手要舉高高 然後不是吸一堆東西 然後他說 有沒有人說 你很像TVBS一個主播 我說 喔有啊 有 有 然後我就繼續檢查 然後過來 接下來衣服穿起來 外面的人就敲門說 欸 亮婷小姐 麻煩倒下來 他說 對嘛 就是你嘛 你為什麼不承認 我就說是 很尷尷 很尷尷 好 來 所以過年打牌 所以也是打牌 贏人家很多錢 結果全部捐出來 我都是會捐的啦 因為有外人 不是 因為大家開心 因為家人一起打牌 小賭一起 那我們都是那個21點嘛 那有一年 我真的是運勢非常非常好 那那年我們剛好沒出國 沒出國還把旅費賺回來 你看 然後我那一年 好像就前後贏了 大概快要一萬 因為我們都賭很小喔 快一萬 是真的就一路一直贏 一直贏 那我後來就是跟他們說 來 要包錢 貴 包錢 貴 要把錢都吃掉 然後點飲料 就把它請掉 因為你看 也有客人來嘛 不要讓他覺得我們貪財貪財 這種小財不能貪 趕快拿出來 真的一年 新的一年才會賺大錢